漢光40號演習7月底登場 這回也將迎來多項改革 不僅是著重實戰化 無劇本操演 也強化去中心化 只管概念 不用再經過作戰指揮中心 作戰單位各級層層通報 7月漢光演習當中 要是碰上指揮鏈中斷狀況 迎連擊主觀 這回有權下令結戰 國軍結戰重大變革 為的就是模擬指揮層級中斷 各戰區無法向上通報 得獨立作戰 國防部這回更依據不同單位 頒布ROE小卡 列舉各種威脅下 如何用槍用彈 執行防衛任務 縮短決策程序 爭取戰場主動優勢 也要提升部隊應變能力 直播指揮系統重大調整 不免也讓軍事專家擔憂 只靠部隊掌握的情報資訊 是否足夠做出正確判斷 他的情資來源有限 他的雷達情報也有限 都還沒有經過訓練 受課 講解 但是你們千萬不要受騙 那你達到的國際的民航機怎麼辦 習慣要調整成 每一個最小的作戰單位的 負責軍官 士官 他要有能力去整合手邊的資源 每一個作戰單位 每一個指揮官都要在當中學習 市井得再加強訓練 教育官兵應變能力 因共軍新習泰多元作戰 我方強化自主應變能力的同時 配套也得做足 才能強化國軍部隊戰力 借參選楊月達 台北報道 待遇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